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我是刘芳瑜 国际焦点首先带您关注到 北半球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夏季 不过在美国以及俄罗斯 则分别发生了野火灾情 另外在非洲国家乌干达 则是发生了狮子疑似遭到毒杀的事件 万寿之王在草地上慵懒地晒太阳 但是在乌干达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却发生狮子被毒杀的事件 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发言人说 死掉的狮子有三只母狮 八只幼狮 被发现城市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里的一座鱼村附近 已经对这些狮子解剖检查 并调查周遭其他证据 西非国家奈及利亚遭遇国内最严重的拉萨热疫情 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一百人 这几个月确诊病例超过四百人 爆发疫情的十八个省 只有九个省获得控制 远处树从冒出雄雄烈火及浓烟 消防员拉起水柱喷水灭火 美国中南部奥克拉荷马州 多处地方传出野火灾情 部分居民因此撤离家园 此外目前没有其他伤亡消息 奥克拉荷马州森林管理中心警告 西部地区有野火威胁 消防局官员则说 天气温暖加上干燥 打造出助燃的环境 俄罗斯同样也有野火灾情 当地政府对部分区域发布紧急状态 并表示起火原因 是农夫本烧枯萎作物及干草 已经出动大批消防员 阻止火事扩大到人口稠密区 大爱新闻陈晓琳编译 阿富汗战火始终没有消停 夺走了许多无辜人民的性命 现在当地的NGO发起了一项计划 叫做怀念河 是让痛痴亲人的家属 能够把罹难者的遗物放进里头 同时还要写两封信 一封是给逝去的亲人 另一封则是写给全阿富汗人民 字字句句都是血泪 希望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有机会重新站起 就像是冰之一样的 回想起儿子离开的那一天 眼泪再也忍不住 一场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的自杀炸弹攻击 夺走五条人命 哈米德的儿子废索 就是其中之一 废索的父亲 在更早之前的炸弹攻击中 失去了双眼视力和右手 想起激进分子的攻击行动 内心充满愤慨 眼前这些全都是回忆 有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和遗物 也有阿达里失去右手前的照片 全都放进盒子里 外壳其上代表阿富汗国旗的 黑 红 绿三种颜色 和其他零难者家属 一起把盒子放在阿富汗的人权民主机构办公室 缅怀失去的爱人 怀念合理放的不仅仅是遗物 罹难者家属还必须写两封信放进去 一封写给逝去的亲人 另一封写给全阿富汗的人民 诉说出自己的痛以及对国家未来的展望 让逝去的生命不只是炸弹攻击下的冤魂 而是推动国家往前走的强行针 大海新闻黄静廷编译 未成年犯罪有可能成为青少年一辈子的枷锁 在印尼一个受刑人友好组织 专门关怀监狱里头未成年的受刑人 从他们狱中到出狱一路相伴 我叫Dani Muwardi 我20年以后 我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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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期了 我有一些下十年 ым就没跑 好 你能不能干的 你生日约 你不得知 你可能会上了 孩子真的真的要真正的 fait 是这种钱 回应你 但令人成为了 王两大泽 很容易想像在我们心里 我们真的需要信任ordem 我们需要继续做的继续 那是最大的一个主持人 您怎么说英语的喜好 幸福 是 我认斥借了 它有出来的 他长得透 酷 他是自己的 但是在其他人之中, 他想像他那样的。 在外出时, 我认识了和朋友们。 然后,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因为我已经进去。 我希望我认识了。 因为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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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认识了, 他不可以走出走。 我认识了。 绝处逢生的生命历程, 带您看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家庭。 先生突然中风瘫痪, 因为长期卧床, 还全身都长满了褥窗。 此前仁医会以及志工, 医病也医心, 让她的病情大幅改善。 现在已经能够坐着轮椅, 看看家门外的世界了。 而她的太太也把感恩化为行动, 靠着沿街的收集回收物来回馈。 在家人与识医志工的围绕下, 苏巴马连坐上了轮椅, 这是十个月来大家最期待的一刻。 她说我们慈祭人, 最好是菩萨这样啊, 来帮她。 他们求神, 求什么办, 都没有这样淋焉。 苏巴马连去年二月中风瘫痪, 长时间卧床, 导致全身长满褥窗。 马来西亚词医志工与仁医会一同前往关怀, 协助清理伤口, 也搬来需要的电动床, 并且给予生活补助。 苏巴马连不再是两眼无神, 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的后续治疗, 更让她的四肢能够动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观察到她的每一个关节都很紧很硬, 所以就很简单的, 就开始给她做一些passive movement, 就是好像一个movement, 大概我们重复做十次, 从手到脚, 然后再给她转身, 翻身, 学习给她翻身。 能够再次做起来, 这家人也开始有了希望, 有了期待。 我们希望所有的一天, 她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能够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 那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团队合作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虽然太太卖点心, 收入微薄, 但天天沿路做回收, 要全捐给慈祭, 回报恩情。 大海新闻, 杜律希, 洛湘贝, 陈敏, 马来西亚报道。 海燕风灾过后, 慈祭在菲律宾独鲁湾 以及奥默克, 种下了善的因缘。 这一回大米发放, 又有二十多位的社区职工, 纷纷投入了培训行列。 简单又隆重的说服仪式, 让很多人当场袭击而起。 戴上慈祭帽, 这一刻他们加入培训。 这是慈祭在莱特省的善种子, 仪式简单隆重, 有人感动掉泪。 海燕风灾的因缘慈祭走入 杜鲁湾和奥默克, 这份爱滋养了他们。 在这次大米发放后, 又有二十四位加入职工的行列。 同样是灾难的因缘, 去年七月卡南加强震, 刺激协助搭建大爱村。 每个月的竹筒岁月回娘家, 是村民回报的方法。 在黎岔里, 还有职工是挨家挨户收善款。 在黎岔里, 还有职工是挨家挨户收善款。 也不吝啬能够多付出, 埃菲雷塔这一天, 剩下的钱多, 他全都捐出来。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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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一点一滴存善面, 在大爱村, 再次看见最美的人间风光。 大爱新闻, 黄一杰, 张一川, 李嘉美, 菲律宾报道。 镜头回到台湾, 大甲妈祖从今晚开始, 正式起架, 展开了九天八夜的绕镜行动, 预计会行经四个县市, 全场有三百多公里, 也希望能够减少一次性垃圾量, 呼吁信众随身攜带, 环保七宝, 心怀前程, 也响应垃圾减量。 配合大甲妈绕镜活动, 张化县环保局积极宣导, 绕镜七宝。 绕镜的那个七宝, 第一个啊, 就是我们的束口袋。 七宝有束口袋, 环保杯, 环保碗, 筷子, 水壶袋, 小房金, 和环保口罩。 我们的环保的口罩, 环保口罩。 因为我们绕镜的时候, 有一些空气污染。 大甲妈绕镜, 年年吸引大批信众参与, 沿途公庙、点心站都免费提供餐点。 全使用一次性餐具, 垃圾量会很惊人。 我们有经过统计, 如果有一半的香客, 使用环保七宝的话, 总垃圾量, 一次性的垃圾量, 它可以减少125吨。 大家尽一点心力, 我们的环保, 大家一起来支持啊。 自己带比较环保, 垃圾量比较不那么多。 不怕麻烦, 举手之劳, 绕近活动, 更环保。 大爱新闻, 黄子营料水信, 彰化报道。 您或您的家人, 有灰指甲的困扰吗? 如果严重的话, 甚至会并发蜂窝性组织炎, 就要提醒了, 灰指甲是一种会传染的病。 如果家人, 有人有灰指甲的话, 就要避免共用指甲剪或是拖鞋, 避免霉菌之间交互传染。 灰黄脚指甲呈现像指一样卷曲形状, 台湾因为气候温暖潮湿, 有利灰指甲的霉菌滋生, 而大部分家庭共用指甲剪的习惯, 更容易导致灰指甲在家人间传染。 灰指甲居家母汤行为第三, 赤脚进入浴室。 皮肤科医是表示灰指甲患者容易 把霉菌留在指甲道拖鞋或浴室地板, 当家人间共用指甲刀, 共穿拖鞋, 赤脚踏在浴室地板时就容易传染。 统计显示, 台湾170多万灰指甲患者中 约有33%就是居甲传染。 会使得我们指甲的变形, 当指甲变形了以后, 可能会砍到我们旁边的这个所谓的甲源, 旁边的这些皮肤里面, 而造成所谓的恶毒伤害。 这些菌随着我们皮肤跑进去以后, 造成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 灰指甲传染力强, 尤其像长辈糖尿病患者免疫力低等族群, 特别容易被传染。 如果罹患, 目前有口服及外用两种方式治疗, 其中涂抹外用钥匙, 医师特别强调错甲一定要做。 这家防护搭配正确用药, 就能让脑人挥指甲远离, 保护自己与家人健康。 大爱新闻陈思雨, 张略嘉台北报道。 而近年来, 随着保玉的意识抬头, 人类对于于赤和象牙的民思 已经有所改善了, 不过依旧存在。 根据统计, 目前全世界野生非洲量的数量 已经跟1990年相比, 足足锐减了将近九成。 为了有效地达到保玉, 以及防堵不肖人士的非法猎杀行动, 在非洲唐上尼亚政府开始追踪野生大象, 运用的是GPS定位系统。 摒弃凝身,扣下板机, 体积庞大的大象昏倒在地上, 不过这群人的目标, 并不是美丽的象牙。 非洲象在这二十几年间数量锐减, 主要原因是倒裂跟栖息地减少, 从1990年代的三百万头, 到现在剩不到四十五万头, 有份统计显示, 光是二零一四年, 非洲就有两万头大象死于非法倒裂, 其中光是坦上尼亚, 就几乎失去了一半的大象, 若再继续遭受捕杀, 二十五年内, 大象将在非洲大陆灭绝, 有鉴于此, 坦上尼亚政府采取强烈手段, 要让大象数量稳定下来, 并再度成长, 透过在大象的脖子带上GPS定位项圈, 记录大象核实留在保护区, 核实为了觅食而闯进人类村庄, 目前已经可以追踪大约六十头 生活在米库米国家公园的大象, 国际上中国大陆和美国都禁止象牙贸易, 英国禁止贩售任何时期的象牙制品, 大大打击非法倒裂的市场, 虽然非洲部分国家国内的象牙交易 还无法完全杜绝, 但是坦上尼亚政府抢救大象数量的努力, 已经收到成效。 从昨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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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年, 25%的群群是1至5年, 小象数量稳定下来, 代表下一代象群的数量渐渐增加, 但是要宣告完全改变现况还言之过早, 直到有更多进展之前, 坦上尼亚政府都不会放慢守护大象的脚步。 大新闻陈晓玲编译。 仿制产业界积极研发智慧一, 为了让产学界顺利接轨, 学校也逐渐地调整课程的方针以及内容。 像是元老级的培育相关人才摇篮辅大制品系, 就不再以过去传统的服装设计或是制作为主了, 也导入了智慧科技, 还成立了智慧机能实验室, 甚至还有纺织大厂投资了千万元, 购置了智慧纺织机台, 凸显出了产业界求新求变, 也渴望教育界能够培育人才, 是才是用。 课程有参与设计竞赛, 然后同学们没有入围的, 他还是可以做他的部分。 有近50年历史的辅仁大学知品系, 有了全新的改变。 是从雷射切割, 电脑刺绣, 所有成衣缝合高机能防水贴条, 贴合热压的机器,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跟业界同等级。 智慧机能实验室由纺织企业捐赠的千万设备, 智慧的趋势, 学界也得赶上。 传统的剪裁改为雷射切割, 接下来也不需要做任何的针线缝合。 这是热压的胶膜, 然后可以做那种贴式的口袋, 就不用车的。 然后最后再拿去热压机那边, 就是把它就是最后的固定。 不论是机能运动一, 还是智慧一, 因为讲求轻薄, 所以这做方法有所突破。 利用热压机固定不但牢固, 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缝线, 也能达到美观效果。 就是想说, 因为腋下很容易出汗, 所以我想说在这里开动, 可能会让它比较舒服。 就是在夜晚的时候, 在运动的过程中, 也可以就是反光, 然后提升安全性。 就是用一个影像叠图的方式, 去做一个数位印花。 制品系的学生充分利用纺织科技, 从雷射切割到数位印花, 呈现在服装创意设计作品。 我们的教育是跟着产业的发展, 一起迈动。 希望可以聚焦一个方向发展, 其实就是智能化的, 服装跟制品的这个, 还有行销的发展。 我们经由去业界参访, 了解这些机器, 然后就开始引进这些机器, 让厂商来教老师助教怎么使用。 智慧一的时代下, 产业界也渴求相关人才, 教学现场努力与食物接轨, 特别是智慧一的特点, 整合了跨领域专业, 在学界同样道理, 不只是织品系在改变。 很烫哦, 如果烫了, 要稍微按一下那个。 这件有加热功能的智慧一, 已经卖出了三千多件, 还包括海外市场, 像俄罗斯因为天寒地冻, 已经售出超过一千件。 这个电子的东西藏在这里面, 然后加热的东西藏在背后。 智慧一来自于台北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研发者李仁贵教授, 大方揭开智慧一会发热的秘密。 提供给长辈能够保暖的功能, 所以它能够调三段的温控, 包含从四十五度, 四十度, 四十五度, 五十度。 像这件智慧一有一种特殊功能, 就是我现在要去跑步, 它可以知道我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请问一下我消耗多少热量? 三十六度, 一百九十一卡路里。 这件智慧一除了有加热功能之外, 还可以计算你的活动量。 那这个时间点来做医疗电子, 其实时间点是对的。 半导体技术已经成熟了, 五线通信的技术也非常的蓬勃, 所以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变成更适合的一个发展。 整合了跨领域专业, 这件智慧一结合了纺织技术、 电子电路以及资讯工程, 提供四种功能, 除了加热、保暖, 还包括计算活动量、 定位系统以及紧急求救。 李仁贵的另一个身份, 是在北科大育成中心催化下成立的 医疗科技公司创办人, 持续孵化智慧一。 我爸刚开始有点失智, 那我需要知道他走到哪, 我能够知道, 但是我要说服他穿我的衣服, 用失智这个理由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给他保暖, 暖和他就会穿, 但是我知道他在哪里。 身为病患的家属, 李仁贵更能设身处义, 贴近使用者的需求, 除了持续研发生产, 设立在校园的这间公司, 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员工, 还都是北科大校友。 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累积一些实际上, 食物上工作需要的技能, 还有一些知识, 这样对他以后, 不管是到外面就业的话,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哪一个系所呢? 电子工程系,对。 为什么, 是来这边上班吗? 不是, 因为我是老师的学生, 对, 那来这边的话, 就是有点像是跟业界上接轨, 对, 那对来毕业之后, 出去其实会有帮助的。 台湾纺织业在世界上, 有一定的地位, 随着实在演变, 纺织也科技化, 如果要让台湾的智慧一, 在全球纺织市场, 持续成为亮点, 产学界的能量结合, 人才培育接轨, 也才能为产业升级, 提供助力。 台湾纺织 或计兴, 方向每个月的各种未来, 30%有两个不同的城市, 才能为产业越来可考虑, 准备湿, 手时加入派口的大量。 当然 Nietzsche, 抽到皮镇手勁把银级腹抹到加分大半端。 我去乎,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夜间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祝福您全家 平安 顺心 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